如果你家裡也有一個已經塵封了很久的 Magic Mouse 又或者你剛剛買完新的MacBook Air的時候 順手買這個Magic Mouse回家 但是發現不是很適用 又或者覺得不好用開始後悔的話 我就建議你再看完這條影片 再做決定要不要退去 還是繼續用下去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頻道 我是一個熱愛科技的Mosel C-MAT 如果你有第一次看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就很快跟你介紹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使用的科技知識 科技產品 還有當然少了我的魔術片和教學片 所以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一條影片的話 記得現在立刻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按下新影片的時候 你到第一時間收通知 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我給你3秒鐘 3 2 1 OK 相信很多人看到這條影片的第一個反應 應該都會是Apple的Magic Mouse 是出了名很難用的 做什麼還要買還要學怎樣用呢 我想說我一開始都是這樣認為的 所以在我這七八年用Mac的時間裡面 我一直都沒有買過Magic Mouse 而只是用Trackpad 但是當我買完這個Studio Display 例如再買完這個黑色的Keyboard 和黑色的Trackpad之後 我就覺得是時候 我應該買完這個黑色的Magic Mouse 我想說我對黑色的東西 真的沒有什麼的確來救命 有人跟我一樣 都是這個黑色狂迷症候群的朋友 麻煩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聲 OK 然後我買了回來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開始對這個Magic Mouse的改觀了 發現其實它都沒有大家說到那麼差 那麼難用 我覺得大家覺得它那麼難用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都用了一個錯的方法 去用它 又或者沒有用完全部的功能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給幾分鐘的時間 讓我幫這個Apple的Magic Mouse平反一下 首先我們開始說這個Magic Mouse的功能之前 我想先說一下這個Magic Mouse的基本手勢插法 因為如果你的手勢插錯了 你就會覺得很難做接下來的手勢操作 我亦都發現了 這個是很多人都不習慣用Apple的Magic Mouse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它的握法應該是用你的帽子和弘形指 去拿著這個Magic Mouse的左右兩邊 然後你的食指和中指 就會在這個Magic Mouse的觸控區域的上面 記住不要握得太前或者太後 要調節到你的食指和中指 剛剛好這個觸控區域的上面 那就最完美了 而最後就是你的手腕的這個位置 可以很自然地放在桌面上就可以了 好在我們開始說這個Magic Mouse的手勢操作之前 同樣地我會先給大家看看我的Magic Mouse的設置 你可以將你MacBook裡面的Magic Mouse的手勢設置 設置成跟我這個一樣 然後就可以繼續看下去了 Magic Mouse的手勢操作 對比我們上次說的Track Pack 其實就簡單很多 它只是分了單字操作和雙字操作 這兩種而已 讓我們由單字操作開始說了 首先第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用你的食指 暗一暗這個Magic Mouse的左邊位置 就會是最基本的選擇功能 相信這個也不用我多解釋了 而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暗這個Magic Mouse的右邊位置 就會在平時普通Mouse的右鍵功能 就會打開到一些輔助選項的彩蛋 就是這樣 而下一個就是 你只需要用一隻手指 在Magic Mouse的觸控區域上面 上下滑動的話 就可以做到一個頁面上下卷動的效果 同樣地 這個上下卷動的方向 都是可以給你自己去調節的 你只需要在這個系統必要設置裡面 裡面的滑鼠 將這個卷動方向自然的選項 根據你自己的個人喜好習慣 將它打開或者關掉 這樣就可以了 來到這個單字操作的最後一個功能 就是你只需要用一隻手指左右滑動 就可以觸發到這個上一頁或者下一頁的功能 這個功能我自己覺得都挺方便的 尤其是通常上網要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整天暗進去才發現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個時候就可以輕輕一滑 就可以很方便地回到上一頁的步驟 好 單字操作就講完了 接下來就來到雙子操作 首先如果在你的桌面開了很多不同的視窗 很混亂找不到你想要的視窗的時候 就可以用你的食指和中指兩隻手指 一起輕點這個Magic Mouse兩下 記住是輕點是不用用力按下去的 這樣就可以快速啟動到指揮中心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你到底開了哪些視窗 以及有多少個的桌面 而雙子操作第二個手勢操作 也是最後一個手勢操作 就是把兩隻手指在Magic Mouse上面左右滑動 這樣就可以快速在雙輪的桌面之間切換 但也是那句 如果你開了十幾二十幾個桌面 也是用剛才說的 兩隻手指輕點兩下的指揮中心 這個功能就會方便快戰很多 好 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Magic Mouse手勢操作技巧 好了 是否比上次的手勢操作更容易呢 不知道你們看完之後 有沒有開始對這個Magic Mouse有少少的改觀呢 如果有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支持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都不要緊 因為這個Magic Mouse和我上次說的TrapPad都是一樣 只需要安裝了這個軟件 就可以解鎖到這兩個東西的無限可能性 就會一瞬間多了幾十個 甚至幾百個的功能 讓你自己去Customize 想像一下 就算你的電腦是沒有Touch ID 都可以不用打密碼 只需要做一個秘密手勢動作 就可以解鎖到你的電腦 是不是很可能呢 如果想知道軟件究竟是什麼 就記得要Like、Share、Comment和Subscrib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你下星期日就會知道是什麼 我是一個意外科技的Model C Mac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Peace 記得記得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想知道是什麼軟件 你下星期日就會知道是什麼